嗨 各位车友大家好 我是迪拉老师 最近应该都有看到老师在录数学的解题影片 如火如荼是不是 因为我喜欢招生嘛 好忙 一直在录数学影片 我现在终于有点空档 我要来录我的赛车影片 讲一件我一直很想讲的事情 就是前一阵子老师有好几个车友 特别飞过来台湾请我教他们开车 然后我在教这几个车友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学开车技术学得非常的快 我讲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我开在前面当他们跟的时候 然后他们会记住进去的弯数 等到他们开前面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把那个弯数记起来 后来我就在想怎么会学得这么快 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在学的时候 那个弯数那个体感没有这么好记忆 后来我发现一个共通点 就是这些车友会不会参加耐久赛 他们很常参加耐久赛 我后来就想有道理哦 因为就像以前我练车 我可能练一场10分钟8分钟就起来 耐久赛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那个时间是拉很长的 所以他会有很长的时间坐在车子上面 然后一直去磨练那个体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距非常大 这个一定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想推荐给各位车友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去参加耐久赛 他对你的车感培养 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我自己教学经验是这样 再来就是 我们有56级的会员影片 老师从以前学开车到现代 所有的心得都在这56级里面 如果我想购买这56级会员影片的车友 可以来加我们微信 老师让你试看影片 好吗 56级随便给你挑一集 OK 你看看老师教的是不是真的很好 真的有帮助 OK 加我们微信 如果想参加线上课程也可以 因为现代课程是很系统性的教训 绝对对你们非常有帮助 因为老师从36岁赛车 都可以取得这些成绩了 我把我今生学的经验跟过程 无私的在现代课程 还有会员影片里面分享 想要来学习的加微信 直接来找老师 OK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